OK,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再來看一下你們簡報 那個你們的講義裡面 先下載這兩個 OK,這一個第一個第二個 剛剛已經有同意下載 再來的話呢,把它解壓縮 那我這邊有寫啦 可能你可以解到C或解到D都可以 OK,因為有些電腦沒有沒有低點 你就解到C啦 OK,如果有的話 像我們這邊電腦會還原 所以你不要放C 放C下一次來又不見 那不見你又要重來 所以下個禮拜來又要再來一次 OK,不過我建議這一定要多練習幾遍 熟了之後大概就OK了 第二步的話就把它解壓縮 所以你會把你解出來就兩個目錄 按右鍵解壓縮致詞 OK,不要解到那個目錄 要多一層目錄 然後呢,會有兩個目錄 這兩個目錄要做什麼呢 我們就是在開啟其中一個目錄 哪一個目錄呢 就是那個上方這一個 Eclipse的Python這一個 那把它開起來之後做什麼呢 執行它 執行怎麼執行 不用安裝喔 直接開啟它 它有一個 有點像紫色的一個小圖式的一個執行檔 打開它就OK了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呢就會看到一個 那個Eclipse的畫面 那我們需要再做第二件事情 什麼事呢 就是跟它講說 我們的Python放哪裡 那我們不是要解出來的Python 3732對不對 意思說那個就是我Python的相關函事庫的位置 那你要告訴他 我的函事庫在那裡啦 所以以後你要編輯的時候 你就去那邊找就OK了 OK,就兩個 所以呢,其實這兩個 可以分成兩個 一個是編輯器 這個編輯器 Eclipse 一個是我的函事庫 Python的函事庫 那我才有辦法用編輯器去 用它的函事庫去幫我寫一些程式 大概一個邏輯是這樣啦 那我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來直接來demo給各位看一下 一切到第一疊 二的話我剛按右鍵 把它解壓縮致詞就可以 所以關鍵的地方 記得是解壓縮致詞 千萬不要像之前有同學解壓縮到 又多一個目錄了 這個是錯誤的 OK,上面這個才對 解壓縮致詞就OK了 解壓縮致詞 然後呢 我們就看到兩個目錄了 這兩個目錄 當然如果你回到家 也要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你就把它解到低疊 那開的話開這個 Eclipse的Python 裡面會有個EXE 就這一個 點兩下 它就直接開開起來了 那這個版本的話是2018的 不過好像還有更新的2019 所以如果未來呢 你們要下載最新的 可以去Google一下 Eclipse 那這一套編輯器 非常的好用 目前它也是 所謂的自由軟體 不用費用的 那這個應該要感謝IBM 因為它IBM 本來是IBM子公司的產品 然後來它無償的 把它捐出來 讓大家使用 那這個Eclipse 除了可以寫Python之外 可以寫任何語言 像CC++ 或寫Java 或者是寫其他的手機程式 寫PHP JSB 其實都沒有問題 那所以呢 我第一個把它打開 不過開好像會開太久了 那開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要做設定 跟它講說 我們的Python 函事庫放哪裡 OK 所以 再來的話 開起來 有啦 已經開起來了 只是說因為 畫面沒有跟 那 它問你 開起來之後 它會問你第一個問題 說 你的Workspace 什麼叫Workspace 就是你將來寫的程式要放哪裡 那我要放在低碟底下 低碟的預設目錄叫Python的Workspace 我用這個預設好了 直接按Lunch 那將來我們寫的程式 都放在這個目錄 低碟底下的這個目錄 可以Lunch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開啟Eclipse的編輯器 第二件事情就告訴它說 在我的那個 根目錄底下有一個叫Python3732的一個 函事庫 所以呢 我用這一開這個 然後跟它講 還是怎麼設定喔 特別注意喔 在 Windows 所以這個 Welcome先關掉 這個不用 好 然後呢 記得在 Windows上方 有一個叫 Pythonis這個 Pythonis裡面的話呢 你就找到呢 PyDiv 這個在講義裡面其實也有 OK PyDiv裡面有個Interpreter Interpreter裡面又有一個 Python的Interpreter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可能比較不好找一下喔 可能你要 稍微看一下講義喔 或者稍微記一下 Windows裡面的Pythonis 然後找到 再往下一層這個 再往下一層 找到之後的話呢 裡面目前是空的 那你要告訴它說喔 我 New一下 告訴它說 欸 我的 韓式庫喔 是放在 New一下 然後呢 這邊有個browse 瀏覽一下 跟它講說喔 我那個 Python是放在 那個 低疊底下的 Python的3732 這個目錄 給它 然後並且選哪一個呢 記得喔 選這個 黑黑的這個Python 給它 把它選起來就對了 跟它講我的Python在這裡 你將來要執行的話可以run它 OK Python 按開啟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看到什麼呢 OK 你如果看到呢 它會出現說 我已經幫你找到了 裡面很多那個喔 很多的韓式庫啊 DLL 是不是你要的 如果是的話表示你選對了 OK 反正就是韓式庫啦 那至於什麼叫韓式庫喔 你Google一下應該有答案 OK 按OK 好 好這個時候的話我們就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apply and close 這個時候呢 我們 就已經 把 環境 給建好了 接下來 就可以開始寫程式了 那我要怎麼寫程式喔 裡面的話呢 我們第一步喔 OK 先把它連結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開啟Cavis 跟它講Python路徑 好了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那如果說還是 有一些問題的話喔 你可以參考那個講義喔 我記得好像講義裡面我有類似的那個 最後它會跳出要不要 能夠 存體網路喔 這邊 允許喔 如果它跳出 允不允許 你就允許 在那個 講義裡面的第20 剛剛的畫面喔 其實就是在 講義的第 23 24 24也是執行 25的話是 那個preferenies的那個畫面 你就照著做 26 OK 照著這樣的方式做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後面就要來開始 新增一個專案 那麼